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主角是热芳 今天我所讲的内容是公布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可以先是我们的观光网站 我们先来开始吧 请开箱的示范 请开箱的讲解 首先提拳摆头 然后处理的左脚 右脚为后腿 左脚为前腿 再看一次 出的时候 直接 右脚往外扁 右脚往外扁 脚尖朝前 上身 在运动的过程中 是保持一个直立的 直立的动作 步子变成公布 身体一直是面向前方的 要注意 前腿 前面大腿接近水平 后面的 大腿和小腿要 成一条直线 还有 后腿 后脚 不能 往外打开 要往里面稍微 扣一点 右脚扣一点 里面的 前面的 脚尖 也不能往外 往外的话 很容易就会倒 也要 往里面稍微扣一点 还有你的膝盖 不能超过 脚尖 超过脚尖的话 会对膝盖造成损伤 两腿之间的距离 前脚 脚尖 后脚跟 中间至少要 距离一个拳头 保持一个拳头就可以了 一个拳头的距离 到这里 这样才不会倒 如果站在一条线上面 很容易就躺了 好 这就是公布的工作讲解 现在不是作业 首先是训练方法 我们应用行进间的训练方法 大家一起看一下示范 提前摆头 整体整定 要注意这个 转块 后脚一个拧转 就是跨部的领转 迅速转向 你要面向的方向 然后 就是身体要蹲低一点 股指 要平移出去 啊 就是跨出去 跨出去 就会显得没有力量 这个跨出去 显得有力量 应用跨定 还有一个速度 这样才能显示很有力量 每天把行进间练习 练习三组 每组十个 相信这会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肯定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我们现在就下课了 再次订阅 3个月 3个月 1个月 3个月 3个月 2个月 1个月 2个月 1个月 3个月 1个月 1个月 2个月 2个月